我們今天真的很健康 也是沒有放一滴油 培根又很健康嗎 培根冰油 出招了 少林是出招的 培根是健康的 培根是脾胃而已 所以我們只用 一小片 然後它切得好碎 好細 而且培根也是非常地香 人家是嗆土豆絲 它是嗆培根 玉米跟培根 對 對 所以聽起來很簡單對不對 妳這必須要哈拉 妳老公住在美國 怎麼找到我 妳那個排骨會過關 只因為妳老婆住美國 對 老婆 老婆住美國 對 講到我老公 你們猜得沒錯 他真的是從紅杜拉 不是 我忘記 你別嚮嚇死你 你結婚九年 有沒有什麼樣的菜色 老公最愛 豎起大拇指 我老公還真的蠻好養的 我不管做什麼 他都很愛吃 真的 覺得你只好好養 他只是樣子甜美 我告訴你 對 看不出來 羽泥講話有的時候也挺毒的 憲哥說你吃不回去 我老公的嘴很刁 你知道為什麼 剛剛因為他是在上頭 你知道嗎 他現在坐下頭 下風唱 所以來一季回馬槍 不過派連身上有一點 我倒覺得很值得 廣大的女性朋友做學習 他有一個很厲害的 育膚術 那個育膚術就是 你要抓住先生的心 你要先籠絡你的婆婆 他們婆媳關係好得不得了 跟老師的 尤其是我婆婆超愛吃我做的東西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我婆婆真的做得很難 我要說回我剛剛說的話了 所以你的廚藝 不是從婆婆那裡學來的 當然不是 你的老師是哪人呢 老師 為什麼說 老師 我的老師 你的廚藝是從哪裡學的 我婆婆是客家人 對 那你的廚藝又是跟誰學的呢 廚藝這種就不是我愛亂講 這就是天生好吃的結果 又來了 又一個天分 你問胡老師對不對 你這邊你叫胡姐 那我叫胡妹好了 是胡的都對美食很有意思嗎 你是不是愛吃呢 就做菜的基本上都還不錯 愛吃 然後再說花點功夫 專嚴 然後才會懂吃 懂吃了以後才會做吃的 不對 白雲做飯很難吃 真的不對 吳妙論 他是因為不挑什麼都吃 才會這樣的 玉米跟培根 好快就已經炒好了 是的 我們這裡玉米培根 妳所有的調味料都不用加對不對 我現在目前是還沒有加 但是我們先把這個 玉米先盛盤出來 顏色挺討喜的 是的 而且真的很好吃 妳看 佩蓮會把玉米配 培根就是非常聰明 因為玉米是甜的 培根是鹹的 然後玉米是素的 培根是油昏的 然後放在一起就平衡了 那個壯極美妙的火花 妳看 妳跟妳講說 胡姐一聽就知道是專業的 好 現在不健康的來了 對 現場馬上就舉辦一個 胡適中情會 現在我們用的是低鹽的奶油 什麼低鹽奶油 對 因為這個 這個不用嗎 這個不用 好 一手塊就好了 然後我們這是蒜末 蒜末我們就直接把它跟奶油 擴在一起 我覺得佩蓮做菜 其實有點陽式 對啊 好像烤麵包 對 就是其實小朋友 他其實因為現在中西市 都沒有特別講究 我覺得其實偶爾換一些口味 吃點陽式的 就覺得小朋友還滿開心的 對啊 所以就要學學這種 洪杜拉 不是 陽式的真的 他在廚房的料理 除非你真的到那種法式餐廳 或是義大利餐廳 其實不會弄那麼細 他這個手法挺不錯的 一點點的奶油 而且還拌好蒜頭 跟蒜頭放在最上面 對 因為其實 這個等一下貨開就可以了 因為好看 那個平常是放那個 巴西里 巴西里 對 那今天 香料 那個不好買 那個不好弄 所以我們今天加一點點的香鬆 在上面 讓它好看一點 其實這個平常 中西何必 對 平常 這個小朋友這樣子一盤也是 哇 吸呼吸呼 就很好吃 但我們現在 因為要給大家試吃 所以我們把它拌一拌 好 佩蓮這道愛情店 我到現在都還很喜歡吃炒玉米 對 所以我們今天 就要請我們的評審 要品嘗她的炒玉米 不過你得先擺盤 把便當都裝好 剩下的一點點 我們等一下再分享給評審吃 好的 沒有問題 要讓每一個角落都有均勻的 拌到奶油的香氣 對 而且奶油跟玉米 真的也是很合 然後這裡面就是 除了奶油跟蒜蓉之外 就不用再加任何調味料 因為剛剛胡姐有講了 這個其實奶油有一點點滴鹽 然後加上培根 它本身就是鹹的了 所以就不用了 就是在妳在逛士林夜市的時候 想到妳 所以到我好像在那邊 一杯一杯 對 佩蓮妳先生體格很壯碩嗎 高不高 算中等吧 重不重 178 然後她算滿標準的 當然跟她比那一定是 選擇 因為我看妳這個便當 比較大一點 分量十足 還有雙層 一 兩層的 雙層的原因是因為 我覺得 因為像迷迭香雞腿 它的口味比較重一點 那不要跟蔬菜混在一起 所以妳是先鋪一層飯 然後把雞腿排放在上面 要把蔬菜隔開 對 來 兩層的用意 然後我們來放 玉米 玉米培根 放一邊 兩層便當的確很討喜 味道不會拉在一起 對 能夠噴噴噴噴 而且打開的話 在同學面前會覺得很有面子 對啊 一擺開整個桌子都擺滿了 非常豐盛的一頓 又是飯 又是菜 又是肉 妳點的是全餐 而不是什麼A或B 對 我想問一下人妻 像我們辛辛苦苦 這麼用心思幫我們的老公帶便當 老公真的喜歡太太幫他帶便當 是要秀給人家看 還是說有的時候 有些老公個性會覺得 反而不太好意思 不太喜歡 像玉米妳的狀況 我幫我老公送過一次便當 送那一次之後 他就叫我不要再來 為什麼 因為其實我很用心 我把湯也是單獨是湯 然後菜和飯都分開 然後那時候我小孩還很小 我還背著小孩 冒著雨撐著傘 幫他送便當 然後他是覺得妳這樣是幹嘛 我們就是出去吃也可以 然後攝影棚也有便當 妳這樣是就是可憐巴巴 就是要幹什麼 他還嫌妳 對 他覺得不好意思 那別人都在吃便當 他自己在吃我包的便當 他要一個人在旁邊這樣吃 他就不能跟大家聊天 所以他是低調的人 然後妳就做得好辛苦 然後好心好雷晶 賀心慧妳的先生呢 他是很喜悅帶著妳的便當去秀 還是說其實也是在樓梯間 趕快把它剋掉 我先生滿喜歡我的便當 這又不一樣的心情 還會買不同的樣子的便當 有雙層的 顏色的 對 因為其實他工作比較忙 有時候沒時間去吃 所以他打開的時候 確實是會有其他的同事看到 過來觀看 欣慧妳說的是實話嗎 真的 真的 吃過了 我覺得在這種地方 在各位觀眾面前 不要撒謊